有在關注中華職棒的網友們 相信昨天一定是許多球迷 都非常興奮的一根晚上 因為中信兄弟隊 昨天晚上在終止台灣大賽 以3比2擊敗了樂天桃園隊 在今年的終止總冠軍賽 締造了四連勝封王 連續兩年拋下了黃色彩帶 中華職棒台灣大賽 最終由中信兄弟3比2勝出 橫造樂天桃園 吳哲元優質好投僅失2分 兄弟打兩連霸 勇多隊史第9冠 樂政華獲選系列賽MVP 為史上最年輕 弗蘭席攻守都有攻 獲選優秀球員 成為史上首位外籍捕首獲獎 哇 這真的是讓相民們 都相當的激動 那中信兄弟的總教練林威柱 他也是非常激動的 落下男兒淚 不過整個賽程當中 其實他的內心都是非常煎熬的 因為在挑戰賽開打前 他的媽媽出了嚴重的車禍 那奪冠之後 他終於可以放心的去看媽媽了 林威柱帶隊打台灣大賽的這段期間 其實內心是非常的煎熬 因為他必須在球場和醫院兩邊跑 如今是以直落四拿下 他很激動的選手們很爭氣 他也能好好的放心 趕快去看媽媽以及照顧媽媽了 那他也說非常開心 也為球員們感到非常的驕傲 那他也擔心說會影響到選手的心情 所以這段期間其實也沒有跟球隊的人提到媽媽的事情 他只有第一天有請假 那手術是非常順利 也希望媽媽可以早日康復 那在賽後他也落下了男兒淚 除了開心可以去看媽媽之外 也難掩心中的感動 他說選手們打出一場精彩的球賽 他終於可以放鬆了 昨天中信兄弟瘋王 有超過2000名的爪迷在台中市府廣場 拋彩帶慶祝 慶祝之後更是非常主動 把這些黃色彩帶都撿起來收拾帶回去 就是讓這個街道保持乾淨 那就是讓台中市長盧秀宥彦就大讚說 這是台中市民的高水準 項迷的高水準 中信兄弟瘋王后 台中市長盧秀宴隨即在臉書表示 恭喜中信兄弟二連霸 今年台中市政府將比照去年 全力再辦瘋王大遊行 中信兄弟以台中州計為主場 就是我們的家人 家人奪得總冠軍 就像自己獲獎一樣開心 盧秀宴大約一個小時之後再發文 貼出市府廣場前的場景 自豪地說 我要向國人介紹高水準的 台中市民與爪迷 中信兄弟瘋王 有超過2000人在市府廣場 拋彩帶慶祝 30分鐘後地上沒有垃圾 球迷自動自發復原 這是台中市民的高水準 項迷的高水準 我台中我驕傲 我爪我驕傲 世界杯足球賽就要登場了 那麼除了球員的球技之外 他們的感情線一直是球迷討論的焦點 關注的焦點 對 沒錯 那麼我們今天要看到的 就是希羅的女友 她其實是葡萄牙的巨星 那原本希羅其實是一個花花公子 但是竟然被她這位女朋友給收服了 她到底有什麼魔力呢 帶你一起來看一下 喬治娜1994年生於阿根廷 她早年學習芭蕾舞 在國中畢業之後就搬到了英國 2016年她來到了西班牙馬德利 並在古奇店擔任銷售助理 就是在那個時候與希羅相遇 兩人初次見面就一見鍾情 接著就開始約會 希羅甚至願意為了她 變裝戴假髮到巴黎迪士尼放閃 而兩人的戀情也隨即曝光 喬治娜不僅是繼伊蓮娜之後 第二段希羅公開承認的關係 目前她也已經和希羅生下了三個孩子 甚至傳出兩人即將步入紅毯的消息 現在喬治娜除了是個全職媽媽 平時也在基金會從事慈善工作 照顧無數名弱勢孩童 提供他們安全的環境和教育 據外媒報導 她在擔任保姆時 時薪大約是台幣360元 跟希羅交往之後人氣水漲船高 現在已經成為身價2.7億 擁有千萬IG粉絲追蹤的超級名人 被網友形容是現實版的麻雀變鳳凰 那我們剛剛其實有在Youtube上面 開一個直播的投票 就是問說台北市的三角都 提出的交通政見大家挺誰呢 那現在其實投票結果出來了 大概總投票數是100票 得票率最高的就是蔣萬安 她提出的U-bike前30分鐘 佔了40%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很常用U-bike呢 可能很需要騎U-bike 第二名是黃珊珊 她的便宜版1280月票佔了28% 陳時中她是最後一名佔了15% 看來沒有什麼人支持她的北北基陶 因為我覺得大家可能覺得這個好像執行度沒有那麼高的感覺 所以可能就比較少選她 而且因為其實就是她每年要交給政府這麼多錢 我覺得大家可能覺得說 蛤那這樣是不是我繳的稅要那麼多了 也是有可能啦 對那接著帶大家看到呢是南韓娛樂圈的消息 就是呢我們南韓天團Black Pete 他們在明年呢即將要來台灣開演唱會了 那麼最近這幾天都是搶票的階段 像是剛剛在中午12點的時候 我原本也想搶票 那我遠單操控了我的同事幫我搶票 有搶到嗎 沒有搶到 沒有搶到是不是 她轉了23分鐘 結果跟我說啪沒了 我的票也沒了 所以呢其實呢這四波的搶票呢 在最後一波搶票還是一樣秒受光 Black Pete預計在2023年的3月18日 登上高雄國家體育場 主辦單位理想國分成四階段搶票 8日開搶第一波 9日第三波 10日中午12點 則是最後一波全席開放 三天下來累計全場 共4.5萬張的票全部都完售 看來Black Pete的人氣是銳不可到 跟大家說啊 搶不到的不只有Black Pete 還有我們台灣田後蔡依琳 演唱會的票也真的是秒殺啊 不曉得有沒有人有搶到的呢 那這一次啊你買票之前啊 你還必須要先答題 你答對了才能夠進去搶 先考試 先隨堂考一下 你要隨堂考一下 不過呢這次的題目 他是問說這一次的巡迴 總共呢是有幾場 但是答案卻出了爭議 所以讓歌迷呢是相當的不滿 為了過濾搶票的人潮 購買蔡依琳的演唱會票時 必須要先答題才能夠進入系統 那這次的題目是 這次巡迴演出過幾場 粉絲呢統計下來是17場 但是系統給的正確答案卻是23場 疑似呢將還沒有舉辦的6場也給加了進去 導致許多歌迷學了正確答案卻被擋了下來 延誤時間沒能夠搶到票 這也讓網友啊以及歌迷們是非常的不爽 那對此呢超級原頂承認說自己有所疏失 也向受到影響的歌迷朋友們 致上最深的歉意 不過呢仍然有許多的歌迷對此是非常的不滿 認為權益受損已經是既定的事實了 難道道歉完就沒事了嗎 為什麼什麼補救措施都沒有 接著帶您看到的是日本女團FruitZipper 她們正式出道僅僅6個月 就已經在日本的TTA上面造成了5億的播放次數 5億的播放次數非常的厲害 對啊超級厲害的 而且呢她們即將在今年年底12月31號 參加台南的跨年演唱會 陪台灣的民眾一同迎接2023年 我最初的女團FruitZipper 我們是FruitZipper 我們是Mana 我們是阿萌 我們是Runa 我們是Yui 我們是Karen 我們是Noel 我們是Suzuka 今天有福音帶大家的信息 我們是FruitZipper 我和我們是FruitZipper 天凡是出演的事情 台湾有所哪有的 我一天前去跑 我一天前在偉業校 小籠包都是骨子餅的 所以我一生死了 整個人的小籠包吃了 coloca好 我晨庇香港的香味 %, 然后 transformed , 梨庇洋餐 , clar forbid , 我们也是非常喜能ディプ , 我们真是最 forget三절 , 今天的改型中 , 你都会 Nicole�鲜 , 我们是最重要as a few , 你们 Principal ねえねえねえ 私の一番可愛い所に気付いてる そんな君が一番凄い凄いは凄すぎる そして君が知ってる私が一番可愛いの 私もそれに気付いた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それでは12月31日 台南カウントダウンイベントで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お待ちしてます バイバーイ